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数据显示 目前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价值已跌至约1500亿美元左右 与今年初时的8500亿美元 规模相比严重缩水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降价了 还正式公布了MODL3售价新浪科技消息 美国电动车厂商特斯拉周四宣布 综极日期 在国内市场销售的MODLX车型售价都将下调 降价幅度达到12%至26% 是特斯拉降价幅度最高的一次 其中 最便宜的MODLX75D现在售价78万元 相较之前的定价88.76万元 下降了约12% 最贵的MODLX100D是这次降价最多的车型 由原来的157.22万调整为118.93万 降幅近25% 特斯拉在声明表示 接下来 公司自己来承担关税中上升 的大部分 那么有更多的中国消费者 能够买得起特斯拉的产品 最新报告称LinkedIn 利用电子邮件地址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腾讯科技消息 据外媒报道 周五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DPC发布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 它在今年上半年实施的一些调查活动 其中包括与Facebook、WhatsApp和雅谷数据入侵相关的调查活动 此外 该报告还公布了一项以前从未被报道过的调查活动 这项调查涉及到LinkedIn 利用1800万个电子邮件地址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项调查涉及地址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 请不吝点赞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 请不吝点赞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 请不吝点赞 来推送针对性广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